大家好 今天是新闻的丹内部和爱丁的丹内部 我说每一天 我们在美国的教育部长 庞文荣 我们在美国的立法院的备刑 我们在美国的备刑夺着丹内部 我说每一天 陈良基和蔡清华和林腾教的丹内部 我们在三位次长 阿姆是爱的 阿姆亲家 阿姆是爱的 我们在美国的立法院的备刑夺着丹内部 我们在美国的立法院的高金属美 我们没有说到一些交易部长 我们在美国的备刑夺着丹内部 我们在美国的丹主民主教育政策 我们在美国的丹主民主教育政策 我们在美国的丹主民主教育法 我们在美国的丹主教育部长 谭文仲 五月三十日 我们在美国的立法院的备刑台 我们在美国的丹内部 我们在陈良基 蔡清华和林腾教 我们在当参加市长 我们在美国的丹主教育部长 我们在美国丹主教育部长 我们在美国的丹主教育部长 现在台大副校长 陈良吉 就是我们的EUF的教育部长 他在位置 只要是EUF的旁门中 那么我们的EUF的旁门中 我们的EUF的旁门中 我们的EUF的旁门中 我们的新南向政策 我们的新风 我们的EUF 我们的旁门中 我们的EUF的旁门中 我们的EUF的旁门中 之前两位部长 是大学校长过来都没发生过 部长来背询次长不陪同的 没有发生过 今天三个次长全部不到 阻密不到 我觉得这中间吊诡 部长你说没有心结 对不起 部长 真的会有心结了 没有 跟委员报告绝对没有心结 国会组联系上可能没有做到这方面的 这个我跟委员报告这不是心结 这是我的疏忽 我跟委员报告绝对没有 我们的前教育部长吴思华 那是任内 不是啦 在我们的教育文化委员会 我会在我们的改定 有机会教育部 还有我们的EUF的报告 实证理念是没有 然后我们的荣兵 我们的一份级 我们的研究民主交易法 实证理念的政策说明 或者是预算书 我们的原住民之中的交易内容 我们是对不那些新住民的议题 在国家的立委 我会在一起 我会在一起 原住民的里面 里面呢 你是跟新住民放在一块 部长 你们的幕僚 没有告诉你我们做的主决议 而且在里面 你们的原住民政策 我们的原住民政策 跟新住民是放在一起 很显然不符合我们的主决议 很显然也根本无事于原教法 跟委员抱歉 因为时间上比较冲促 可能还没有这个讯息给你 那我的要求 一个月内提出原住民 按照原教法的施政方向 可以吗 我想这部分我们来做一个整理 好 今天的施政报告 原住民的有 十一行 而且还跟这个新住民写在一起 真的是要检讨 因为是一个理念跟政策 比较大要 没有把它做这样的细分整理 那对于原住民族的教育 我想教育部一定会全力以赴 那我待会先的立委高金苏美 我待会有教育部 以后我待会在一起 做的较好 也跟他们知道 我待会来对他发的 原住民族教育施政报告 会让部长潘文忠 在修订阁他人家 电视 我现在我待会在一起 学校 我会变成的兵议